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的影片是想要來推廣一下 Besimophobia這個遊戲 我自己已經開直播玩這款遊戲很多次了 但每次玩都還是會有觀眾說不太懂這個遊戲怎麼玩 所以我今天這支影片會教大家基礎認識一下這個遊戲 所以如果有新手想要玩不知道怎麼玩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我這個影片喔 首先當我們選擇好關卡後 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這個白板 那它上面會寫著我們這場要進行的任務內容 它每一場都有四個任務 而第一個任務都會是要求我們要推測當前鬼魂類型 也就是說我們這次要探索的房子裡面的鬼是哪一種鬼 這也是這款遊戲中最有趣的部分了 我們在遊戲中可以打開這本書 這本書上面會有很多記載 整個遊戲過程都會用到這本書 烈鬼是從入門到入坟 那我們直接看到鬼的種類這裡 從魂魄這裡 然後死靈、幻影、騷靈、女妖、聚靈、夢夜、亡魂暗影、惡魔、幽靈、赤鬼 總共有12種鬼 那這本書上面都會寫著每一種鬼的特性 以及我們可以透過哪些證據來找出房子裡面的是哪一種鬼 至於怎麼找證據我待會來說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三章 它有一個理智San值的部分 我們玩家的San值會顯示在螢幕上面 目前是100% 98% 總之我們從這個車子出去的時候都會是100%的狀態出去 而這個San值會在我們探索房子的期間持續下降 如果我們長期待在黑暗之中San值會掉很快 而San值太低的話就會很容易遭受到鬼的攻擊而死亡 所以盡早在San值低落前把任務解完 就是玩家們的基本目標啦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總活動強度這個螢幕 這個螢幕會顯示出房子裡面的鬼目前有多活潑 從0到10有很多個級數 飆到10級就表示鬼已經進入獵殺模式要準備來殺玩家了 所以如果是多人組隊玩的話 就有人可以負責在車上 觀察這個強度並提醒屋內的人 再來我就來說明一下這邊的道具欄 一開始玩家手上有的道具其實是非常的少 我們只要一直解任務就可以賺到錢 就可以用錢來買新的道具 那首先我先來介紹黃色這個東西 它是很不可或缺的一個道具 這個東西是溫度計 溫度計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進鬼屋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鬼在哪 通常鬼都會待在房子的某個房間 而鬼所待的房間室溫會降到10度以下 甚至有些會降到零下 那氣溫如果降到零下的話 房間就會飄白煙 一開始要定位鬼的方位 我們才有辦法使用其他器材 所以溫度計是非常重要的物品 因為我們要先知道鬼在哪裡 接下來來介紹這個 長得有點像遙控器的東西 它叫做EMF 打開後它會亮燈 目前是只有一顆燈 鬼的活動強度越大 它亮的燈就會越多 而只有一部分的鬼才會亮到 五顆全滿五級的強度 這個器材的使用 相對來說是稍微困難一些 因為有些鬼雖然它有辦法讓EMF亮到五級 可是它如果不想動 只想擺爛的話 燈可能就只會停在三四級 就比較不好測說 它有沒有辦法達到五級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長得像單眼的這個 這個是攝影機 這個攝影機我們可以架在 鬼出沒的房間裡面拍攝 拍攝到的畫面 我們透過車上的電腦畫面中看到 有時候可以捕捉到鬼散發出來的鈴球 鈴球就是一顆小小顆白色的光點 仔細看的話就會看得出來 有的房間可能沒有適合擺放攝影機的地方 我們就會需要像這樣的一個三角腳架 我們可以把相機放在三角架上面 能載整組這樣拿進去拍攝 另外這邊有兩隻長得像手電筒的東西 左邊這個比較長的就是一般的手電筒 右邊這個呢 它是紫外線燈 紫外線燈可以探測到鬼所留下來的手印跟腳印 甚至是殘留在電燈開關上面的指紋 如果發現後我們用照相機拍照的話 還會有額外的獎勵喔 再來最下層這邊有一本長得像筆記本的書 這個書的用法最簡單 我們就只要把它放在鬼出沒的房間 有些喜歡繪圖或寫字的鬼就會在上面留下作品 就可以成為證據啦 最後就是這個對講機 也就是通靈盒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通靈盒試著跟鬼溝通 我們提出的一些問題鬼會回答我們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問他 Where are you 或者是可以問他 How are you 之類的 鬼也會回你說他是小孩還是大人之類的 但也不是全部的鬼都會給回應喔 甚至有的鬼比較害羞 只有在玩家一個人在房間裡的時候才會回應 至於要怎麼分辨呢 其實我們就只要看一開始的白板上面這邊 它就會寫說這裡的鬼名字叫什麼名字 它似乎只回應單獨的人 那有的鬼會回應所有的人喔 而我們在房子裡面也能透過對講機不停的呼喊鬼的名字 就很容易激怒鬼讓它開始在房子裡活動 那它活動的話這邊的總活動強度就會提高 那我們也就會比較好採集到像EMF啊 這一類的活動反應 而上述所說的這幾樣道具在鬼屋裡面 有沒有產生作用都可以成為我們的證據 我們就可以在書的這一頁 這邊證據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 比如說如果EMF亮到5級就可以記錄下來 通靈盒就是如果跟鬼溝通有回應的話就可以達成條件喔 指紋的話如果我們在房間裡探索有用紫外線燈 探照到指紋就可以成為證據 靈球就是從攝影機中發現到飛舞的白色光點就有達成喔 那鬼魂筆跡就是放在鬼出沒的地方 書上有留下鬼書寫的文字或者圖案就算達成 再來最後一個是刺骨寒溫 偵測到0度以下的溫度就算有達成條件 那如果我們找到三種條件的話 我們就可以確定說這場的鬼是怎樣的鬼 那我們就能完成第一個任務了 這也是這個遊戲最有趣的地方了 那如何使用這些道具來找證據 或者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從鬼的特性來推斷 在這個房子裡面的會是什麼鬼呢 就是這款遊戲的主要任務啦 那我們必須努力的在Send值低落到危險程度前 把這些任務給完成喔 這遊戲最多可以四個人組隊 大家可以分工各自拿不同的器具進去裡面探險 很刺激也很好玩 那一個人最多只能拿三樣道具喔 那我們就是可能要大家分配好誰拿什麼誰拿什麼 另外還有很多可以提升遊戲樂趣的一些道具 跟遊戲小技巧 我這邊就不多說 留著給大家親身體驗阿 希望這部影片能幫助到大家更認識 這款遊戲的遊玩方式 接下來我會播放一段我在直播時候的遊戲片段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遊戲實際遊玩的過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請記得追蹤我的頻道 最近我也會很常直播這款遊戲喔 這邊 看一看器材 Lamera拘捕了我 正在開始我的研究 我也有確認了這部影片能夠使用 好暗喔 因為我現在突然有一種 那個叫什麼 3D君的感覺 不是 那個叫什麼 我突然忘記 那個專有名詞叫什麼去了 有點恐怖 但是不知道怎麼形容 似曾相識感 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我不知道 我就看那個 那個 那個 大家在聊天室的對話 Betty Martins Betty Martins Betty Mar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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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跟 喔對 Déjabu就是 Déjabu 我有這種感覺 Déjabu 就感覺好像等一下漂流也會過來看 然後我們就會有人死在裡面這樣 男 yang 他只回應單獨的人 我超怕他回應單獨的人 OK的 我們…要用運動的 KlPC 你現在的走電筒 我已經先進去了 強力的在下面 有看到嗎? 我已經看到骨頭了 那我拿這張機 在往地下室的門口有一個骨頭 往地下室的門口 一進門之後 怎麼這樣 我看到了 喔喔喔 馬上五級 馬上五級 真是假的 在哪裡啊? 哇 哪邊啊 為什麼會突然五級啊 不過很幸運欸 五級很難捕捉到 應該是廁所 他剛開門給我了 這裡剛才突然十一度了 那是廁所 廁所嗎? 廁所 我把那個丟在廁所了 為什麼我這邊溫度計是壞的嗎? 喔 十度了 你們拍了吧 那我拿一下骨頭喔 骨頭要放在哪嗎? 你撿得起來嗎? 我撿不起來 喔 天 那我去拿攝影機來加 骨頭要丟車上嗎? 恩 他應該不會站你手上拿著的 喔 因為他吧 他應該是在你的道具裡 哈哈 漂流粉在吶 換個 他已經...哇 也太快了吧 他畫東西了 喔 他已經畫東西了 我才剛丟欸 他畫的鬼喔 看來是喜歡會畫的鬼呢 他叫Betty什麼? 我有點忘記 Betty... Martins Betty...Mar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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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是被關了嗎 痾 稍等一下喔 因為另外一個任務是要用那個 運動感測器 我去裝一下 但是我沒有手電筒 你們來幫我照明一下 我去幫你掌 喔 我們三個EMF5級 然後通靈盒 然後...毀魂筆記 燒一下聖墓 好像應該任務完成了 赤鬼 然後是... 小孩子 所以是紅衣小女孩 黃衣小女孩 黃衣小女孩也可以 任務完成了嗎 都完成了 我們可以回車上 超快的這局 燕爾虎 跟... 筆跡還有... 通靈盒 撞爆了 直接選赤鬼就可以了 好 好的話我就關車門喔 OK 這五分鐘之內 有獎勵嗎 有獎勵嗎 真的啊 我們在五分鐘之內就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六十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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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分鐘內算了 沒有獎勵啊 沒有獎勵啊 沒有一個很快的獎勵啊 對 我以為會有的